我们来示范这个效果,来看一下 圆图是这个,长这个 背景是建成,然后框在人区别有三层 在Photoshop开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原始步骤 开起来第一件事情,在Photoshop就是拉下来 两层 也许两层就够了,因为最后一层是透明背景 再加一个透明图,点这里哦 眼镜关掉 灰白相间表示透明,接下来使用建成工具 这一颗,那建成工就第一个,sorry,点错了 点箭头,第一个是前景到背景 前景目前是深绿在这里,我要浅蓝色的 好,先选完这个,那点这个地方,点完以后呢 就把色盘调出来,这边有1677万色 我点深蓝色系,再来点深一点的 接下来,点这一格,背景色 显蓝色系,再来选浅一点的 好,这时候再从建成工由上往下拖一下来 老师,我希望上面更暖一点 你可以自己决定 如果是这样拉呢? 左右拉呢?右上左下,左上右下 拉的时候这样拉,拉的时候这样拉,拉的时候这样拉 这叫做,这一段就是建成的扩散效果 由这个颜色变成颜色 所以拉越多,感觉更自然一点 拉越长,效果越好 拉越短,上面就纯蓝了 我从这里,从这个点开始拉 上面这一段就一定是纯蓝色 可是我希望建成多一点 好,来,就先这样,第一层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层 好,眼睛关掉了 第二层打开来,要留什么东西 或是留什么?画框 这个范围 好,来,画框是我们就来做吧 拉一个长方形点哦 在这个涂层,一定要在这里涂层工作哦 在Flowshop很讨厌,来 选起来拉一个画框 等一下只有这个画框要被保留住 那其实我建议 最好跟这个人有点重叠 好,人有点重叠,看起来比较好玩一点 要不要再高一点点 好,跟人有点交错的地方 感觉这才一体 你不要只有这样拉啦 不要只有这样 这样子人好像没关系 所以建议是呢 这样看起来比较长脸 这个人的脸还在框里面 一半手还在这里 那接下来要不规则呢 画一个取行框,接下来按右键 要使用这个才能够让它不规则 这个 变形 那接下来要怎么变形呢 这是我希望的嘛 弯曲变形 弯曲哦 弯曲是可以拉的 弯曲是可以拉的哦 有看到吗 那这个形状就不是那么的规则 那弯曲这个点呢,其实是可以调 你看它这个控制点都可以拉 那么在拉的时候呢 它可能形状就不是到那么规则 这个可以这样再拉 这个 好 选完了没有 选完得告诉它 这样告诉它,确定 确定完以后要先加白边 然后再把外面删掉 加白边的功能是按右键的谁 叫 笔画 笔画呢,填白色比较好看啦 来,点这里 老师是不是15 不确定哦 你得看这张图的大小哦 这张图其实不大呢 像是100%全部看到了哦 所以当你点15的时候,其实厚度很厚呢 其实这15看起来也还可以啦 我再小一点,Ctrl Z后尾 再来一次,小一点点好了 画笔 所以这画笔要随整 我现在改成10就好了 好,来,那接下来 目前想告诉你,现在呢 是选到这个 这个框,我要把外面删掉 所以按右键要怎样 反转 反转的结果就是变成 外面被人选到按Delete 就删掉了 哦,这里 别忘了 这时候请你先把它做 取消选取 那这个要加阴影呢 阴影效果比较好看 它来了,fx 点这里也行 在这里按右键的混合选项 这里也行 都一样 要加阴影 点到这里来哦 那我习惯还是这个 来,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 哦,阴影还是清楚一点 再扩散 那第三层要做什么呢 第三层其实很简单啦 你只要负责把这个小姐 选起来就好了 不过这小姐选起来 其实难度有点高呢 因为什么 它跟周围环境很结形 所以一定要什么 放大 Ctrl加放大 Ctrl加放大 你放的够大 其实选的一定够仔细啊 哦,到这个画面 我就比较不喜欢 我可能就到这里就好了 因为格子撞出来就 那用什么来选呢 我还是建议你哦 如果要轻松 你就用这个来选 因为这叫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你沿着周围点点点点点 一定可以把人选好 点得越多就越细致 OK吗 如果你真的,老师它弧线 有很多很漂亮的弧线 那就谁来帮忙 叫钢笔工具 我们先用这个就好了 叫多边形的套手工具 我要开始选人哦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不会很难选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有点负责点点点 点点点点就好了 老师看不见了 往下按着空白键 就可以拖一下来了 好来,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就点点点 按着空白键放开 好,我这一口气把它录完好了 手在这里 我们这个图其实画质没有很好 没关系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来,沿着周围点 这是角的地方哦 按了空白键来拉 我等一下需要把这个整个人都选起来 其实我没有选人细致啦 因为现在只是在做教学练习嘛 按了空白键拉开 好,角在这里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花时间而已啦 没有什么很难的学问 没有 没有,就点一下放开 你愿意点越多点 它其实就越细致 稍微懒惰一下了 按着空白键 又可以往上推一下 拖翼哦 拖翼哦 这屁股的地方 来,点点点点点 按着空白键 点一下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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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如果长长一点 可以这样点 好来 切掉一点也没关系啦 算了 好,按着空白键放开 背包了 后面肩带头发 按着空白键 快到了 快选完了 回到这里 double click按两下 糟糕了 我刚可以回到这里来吗 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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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选完以后呢 要做什么事情 来来来来来来 把人 从这张照片把它选起来 那 这个 编辑的什么 拷贝也可以啦 哦 现在在这里 确定在这里 哦 不对不对 要在哪个图层 在这里 要在这个图层 我刚换错了哦 在这里在这里 这里 按右键的什么 复制 拷贝这里没有 要在这里 来来来来 编辑的 拷贝 在编辑的贴上 按Ctrl J 有没有看到人被悬起来了 就这一个 然后这一层不要看见 这个在这里 那这个在这里 啊如果说 老师我想加个黑白呢 来再来来 再拉一个框 我把这个图层 这里眼睛打开 在这里 我们前面会教过 万一箱处理 没有人那么厉害了 我可能这个是 再把把 保和度去掉 再把它变暗一点吧 变暗一点我们前面学过 亮度对不起 再把它变暗一点点 或是变亮一点点 这个没有什么对错 那也许中间 这个我要再更鲜明一点 这个我们再增加一点色相 色相就颜色在 浓度 保和度 保和度色相不要改 色相改变 更鲜艳一点点 我可以再增加保和度 保和度去到零 就是黑白嘛 那我希望它更鲜艳一点点 让它对比更清楚 那这个人也要清楚一点 这个人看起来有点暗 对不对 我希望它更亮 点在这个图层 那就亮度对比哦 亮度对比 所以你这样处理什么 你想到就再调一调 没有什么对错 我希望这个人要亮一点 亮一点 这个啊 那 你也可以这样试着做看看 这个可以再来做 这个再做这个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